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目前中美科技戰正進行得如火如土 特朗普似乎又贏一仗 大陸政府面對美國的封殺和圍堵 本來是扶植了一批自家的半導體企業 除了中芯國際以外 還有另一家叫做武漢弘芯 這家號稱投資額超過1000億人民幣的武漢弘芯 最近出了些事 根據大陸媒體財新網的報導 就說武漢弘芯現在是面臨著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隨時爛尾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家武漢弘芯 就被武漢市政府 一指的公告就踢爆了他們的資金危機 武漢市東西湖區政府 在7月30日 發佈了一份分析文件 裏面提及到 說武漢弘芯項目 存在著較大的資金缺口 隨時都要面臨著資金鏈斷裂 導致項目停滯的風險 實情這家武漢弘芯 就已經投入了運作超過三年的時間 到底在這三年裏面 武漢弘芯是做了甚麼工作出來呢 原來武漢市政府一直非常重視 武漢弘芯 視武漢弘芯是當地發展半導體產業的重大項目 項目原先打算分兩期落成 首期項目總投資額520億 第二期項目總投資額760億 兩期合計是1280億 第一期工程在2018年開工 目前已經建好一棟生產廠房 以及另一棟研發大樓 第一期生產線有300多台設備 已經陸續入廠 而且還包括了 有一台唯一能夠生產7納米芯片的 高端光刻機 但這個項目 原先不只有300多部設備那麼少 原先是打算購買3560部 現在只有300多部 已經縮水了九成 當然 就算你有錢 有些機器都是買不到的 現在人家不肯賣給你 一期項目的設備數量 就是縮水了九成 至於二期項目又怎樣 原來更糟糕 這個二期項目一直都未完成得到土地的調規和出樣 原因在於哪裏呢 財新網就說 其實武漢弘芯在去年已經是麻煩前身 在去年11月的時候 由於主城包商 即是大判 未曾向那些分包商即是判頭 支付足額的工程款項 使用二期項目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 將武漢弘芯都拉到水 導致 武漢弘芯有300多的土地遭到查封 目前這個糾紛仍然是懸而未決 若然資金壓力持續無法緩解 恐怕武漢弘芯第二期項目 將要難尾 另外有些報道還說 說武漢弘芯目前請了400至500名員工 那就糟糕了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其實武漢弘芯在較早前 就勇敢向台積電來挖角 就出高了兩三倍的人工 去請人家的員工回來 誰不知後來有些報導 外媒又恥笑 就說你請那些人回去 其實幫不了你的 因為要請一些是經理級以上的人 才會接觸得到機密資料 一般職工根本請回去都是浪費 這次真是陪了夫人又接兵 人請了回去 但得莫無所用 根本上幫不了研發進度 反而還要支高薪給這班人 好 這個報導還提到 由於設備不足 沒有辦法實際操作生產線 而無所事事 這班員工 他們日常工作都是去 讀文件 寫一下PowerPoint 部分員工就需要進行 模擬生產線的訓練 有些員工真的在飾演機台 哈哈哈哈 那即是怎樣 模擬生產 你是生產不到就生產不到的 怎麽模擬法呢 那即是虛幻世界 根據有些員工向記者透露所說 就說武漢宏 現在已經規劃 這個14納米和7納米的生產線 只不過目標就是遙不可及 現在這一家武漢宏 那個模擬生產線 已經開始強攻3納米 員工只是半大諷刺地說 在紫上談兵的戰場裏 宏心的進度是遙遙領先的 實際上又是怎樣 當然就是被人壓住來砌 其實科技的東西 哪有得是壓苗助長才行 一定要逐步逐步地來 一步一腳印 一定就是要腳踏實地 用時間來去沉澱 用時間來去累積經驗 就不能夠 一搞就是投入資金進去就搞得好 如果純粹用錢可以搞得好 那些科技就不需要研發 你買回來就可以了 當然大陸就不喜歡買 或者你拿回來就可以了 去不知哪裏 但是 其實那些科技貴是貴在甚麼 貴在知識產權 因為這些知識產權的背後 其實就是 有大量的人力 物力 資金 以及時間的投入 才可以搞得成 比如說華為 其實他們都有能本事 可以生產到一些高端智能手機 只不過到底你生產這部手機的時候 所採用到的技術 有多少是屬於華為自身的技術 而有多少其實是用外國一些技術 其他那些都不要說了 只是說那個智能手機那塊芯片 用你大陸那些技術 就完全是生產不了出來 中芯國際所擁有的 還說是28納米的芯片 根本上這些是 六七年前的東西 如果你用你自家生產的芯片 去製造現在的智能手機 在科技上 就比起美國落後了七年 現在你這個什麼武漢弘芯 到最後 原來又是假大空 原來又是會有資金斷裂的風險 而且根據財新網的報導所說 若然資金壓力持續無法緩解 武漢弘芯項目恐怕將要爛尾 爛尾的機會都很大 另外根據路透社所說 原來中芯國際目前擁有 28納米的芯片技術 在十年前的確是領先水平的處理 只不過 如果企業到現在都採用28納米芯片 水平只會變回 2013年之前的智能手機 即是又慢又廢 智能手機就沒有它份 低能手機就有它份 到底台積電近來有什麼消息呢 原來他們就將7納米的芯片 量產了一年之後 再推出了一塊叫做 強效版的7納米芯片 台積電還透露 計劃在明年試產下一代的新技術 就是3納米的芯片 並且預料 去到2022年的下半年 就可以開始量產 所以台積電在全球的 芯片技術上 真是首位一致的公司 台灣在這方面 就是認真成功 靠半導體簡直就可以食糊 因為大陸偏偏沒有這個技術 偏偏半導體的技術 就是落後於人 沒有它 因為他們不喜歡 拿大塊錢來做 所謂的研究 和開發 因為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回報率 就會變得很低 回報的時間 也長了很多 所以大陸 最厲害的就是 用現成的東西 自己不需要研發 反正美國有這些貨 台灣有這些貨 他就去買 買了回來 就像啤膠花 就去裝陷 他就賺大錢 而且這些公司背後 多少都有一些 大陸政府的手影 所以他們在大陸的市場 一定是無往而不利 問題就是 當你不重視這些 所謂 半導體技術的時候 特朗普一下下令 要封殺 基本上大陸都是無計可思的 只能夠 是求助於國際社會 哪間供貨給你 你就迫著用哪間 但是自從蓬佩奧 一口氣 將38家華為子公司 列入了實體清單之後 以及 公佈了他的淨網計劃之後 相信 擁有這些技術的公司 都不敢 跟華為做生意 至於台積電是怎樣 人家的技術 真的是一天千里 已經說要部署下一代 即是兩納米芯片的生產 而且 廠區已經選址了 就是台積電位於新竹廠區的研發中心 預計明年就是落成 到底兩納米芯片 和中興國際的28納米芯片的技術 差了多少年 這個我就真是未懂計 接著再說 幫iPhone代工生產的富士康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所說 目前富士康在墨西哥 其實已經有五家的廠房 不過主要是生產電視機 伺服器 以及其他 產品 但是 由於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 導致 不明朗因素 強烈了很多 於是富士康就考慮要在墨西哥增設更多工廠 並且 將iPhone生產線轉移到墨西哥 目前蘋果未作出批示 所以富士康的計劃還未有定案 如果真是成功又將生產線轉移到墨西哥 對於大陸的打擊又是大 因為一家富士康就養起了大陸很多工人 現在這間又喊走 那間又喊走 富士康又喊走 大陸的血汗工廠神話 似乎差不多要告一段落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